刚刚咱们就说了一些这些知识点 你都要多去充分理解一下 那么接下来咱就说了另外一个东西 你今天的主角不是想讲原理吗 你碰碰碰碰 讲这么一头东西 你到底想干啥呢 我先把这个概念给大家理清了 咱们接下来就往原理去靠 我这个地方给大家出一个概念 类 这个东西干什么的 这个东西干什么的 创建实力对象的 这个东西干什么的 可以直接掉了 用来干事的 你说是不是个道理啊 那么 类啊 当咱们定义好之后 就意味着这个空间里边这个东西呢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了 它不会的变了 但是可以变 但是是可以变的 那么请问 如果是你 你会觉得怎么让它变 打个比方 我原来我定义了个class 定义了个B这个类 它这里边呢 假如说只有这两个类属性 请问 是不是意味着这里边 就是这两个属性了吧 那如果我接下来想要给它添加一个类属性 同学们 咱们原来会怎么做 访问类对象里边的东西 咱们会怎么做 类方法 可不可以啊 类名 点 是不是也可以啊 直接操作 也就是说 我有的时候呢 就比较古怪 明明我用class定义好一个类之后 通过这个类就可以创建实力对象 去做东西了 但是呢 随着程序的运行 我有的时候呢 确确实实是想修改一下类的东西 然后再通过这个类创建出来的实力对象 请问 它里边的功能是不是就发生了一个变化了吧 那也就是说 什么东西是类的功能 或者是类的功能是什么 普通的class定义出来的类的功能 就是用来创建实力对象 你说没错吧 同学们 就这功能 那么原类是什么东西呢 原类是一种特殊的类 它用来创建类的东西 就行了 我再说一遍 如果我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定义了一个类 这个地方呢 class 来同学们 看着 我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定义了class 叫B这个类了吧 我如果要是通过B 创建了多个实力对象 B1 B2 B3 有可能有很多个 听懂吗 这个B1 B2 B3 如果你要是直接 没有放在函数里边定义的话 那么请问 这个变量名 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放的吧 B1指向一个实力对象 B2指向一个实力对象 请问 这个对象的空间 和这个对象的空间 和这个对象的空间 有什么区别 就是和这个类的这个对象空间 有什么区别 咱们原来说过了 类就是模板 通过类创建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咱们称这个实力对象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自己都有的 在你边放的 你自己都有的 在你里边放的 那么将来我会 是不是找个名 是不是指向你 你通过B1点什么 B2点什么 是不是就可以取这里边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取这里边的东西了吧 这咱们原来一直就这么用的 一直这么用的 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接下来咱们要是说的话 我这里边有个特殊的属性 叫下文线下文线class 下文线下文线 它里边也有了 是不是他们最终 是不是指向了这个类对象 是不是可以共享 这里边的什么 是不是可以共享 这里边的是不是一些类属性了吧 什么 哪些是类属性呢 我在定义这个class的时候 如果写上了 如果写上了class B name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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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请问是否意味着 按了这个你标签的这个思想 那么number指向一个东西 name是不是也指向一个东西了吧 那么最终 你这个对象 都有的在里边放的 你这个独有的在你里边放的 你们共享的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在这里边放的吗 其实呢 这个呢 就很好的诠释了 咱们原来是不是一直在讲的 这个什么实力对象呀 类对象 请问在这个地方差不多 能绕出来了吗 就是有个东西来指向你 你函数呢 就是函数 你对象呢 就是对象 怎么区分这个对象和这个对象 就是说实力对象和类对象 怎么区分 实力对象 它没有啊 就一般来说 没有创建实力对象的功能 但是咱们的类对象呢 是不是拥有这个创建实力对象的空间的功能了吧 而且有个特点 你这里边有的数据是不具独有的 但是你这里边的数据 可以让你生出来的这个 和你生出来的这个 是不是可以共享了吧 能看得清楚了吧 其实这个地方就诠释了咱们之前 说的这个概念 说的这个概念 那么咱们说的是类 可以创建实力对象 那圆类是个某东西呢 是个某线呢 类创建的这个东西 你说对不对啊 那谁创建你呢 圆类创建你 没错 听懂我的概念了吗 好了 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咱们抛出一个概念 我这个地方呢 简单一说 类 创建谁呢 十六项 就是咱们原来那个class写的那个东西 那个类 创建实力对象 你说实力对象 那谁创建的类啊 类他也需要空间 谁创建类呢 在这个地方呢 再写上一个东西 有个东西呢 叫做圆类 叫做圆类 圆类创建的类 听懂 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理解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应该是这么一个道理 在这个地方呢 应该有一个特殊的对象 就是有个特殊的呗 管你叫什么名 反正你有个特殊的东西 这个特殊的东西 请问同学们 将来他创建的是实力对象吗 他创的是什么呢 他创建实力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他一定有个标签 他一定有个名 至于这个名叫什么 咱们现在不关心 他一定有个名指向这个圆类 这个类 创建这个东西 通过他 才大量的繁殖出来 这些东西 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通过这个实力 通过这个类 创建他 而通过圆类 咱们是不是可以创建一个类啊 稍微有点让啊 对后再强调点别运 类创建实力对象 那这个类是谁创建的呢 圆类 那圆类是一种特殊的类 就完了 就这么个道理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 有人说了 东哥 你 原类哪里的 不要再 不要再纠结这个类了 事情了 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 诞生机 继续弹的问题 或者说在这边的 这个人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一个道理吧 你说这个道理吧 猴子变的 猴子哪来的 石头蹦出来的 石头哪来的 来 你接着说一下 反正最后的一个结论 就是我想要告诉你的 在Python里边 最顶层 最顶层 创建万物对象的 那个东西 热物主 是谁呢 圆类 就行了 记 你原来所说的 那个什么列表 list 是谁创的呢 圆类创的 他不好是谁创建的呢 圆类创的 这个对象 这个类是谁创建的呢 圆类创的 这样一句话 这样一句话 你把圆类的 想象成上帝 想象成上帝 上帝呢 生出来了这么 这个一个美国人 生出来了一个中国人 生出来了一个澳大利亚人 接下来 然后澳大利亚的这个人呢 接下来这个传统接代有了 中国的人的传统接代有了 这种意思了吧 就相当于一个母亲 接下来呢 有了很多孩子 是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不要纠结于详细 接下来 反正这个没有人解释得了这个东西 好 那么 我让给大家表达意思就表达很明确了 圆类是创建类的一个东西 类呢 是创建实类的东西 就可以了 那么怎么才能完成这种动态创建类的东西呢 两种方案 一种 用我刚刚说的这种简单的方式 有可能我定义上 请问可以吧 第二种就是考虑用圆类 那么其实呢 咱们为了 为了来确定一个不一样的类 听闻的吗 类不一样 这样创建出来实力对象 实力对象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我是非要是 再想一种办法呢 能不能有呢 其实呢 这个地方有个demo 大家可以看看 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先看这个程序 它对中表达出来 会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 首先定义的是函数 看清了 是函数 它里面有个判断 条件成立呢 做这个 否则能够认 反正就是两个东西吧 我掉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传了个图串 FO 传了这 接下来这个函数的执行 条件满足吗 是的满足 这啥意思 这啥意思 是不是像那些创建了一个类了吧 哎 创建一个类 这就创建一个类啊 创建一个类之后 我retainFO请问 按照我刚给大家说的思想 所有的东西是不是 思想都是有个标签指向了吧 那你既然return了FOO 请问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你把这个FOO指向的那个对象的引用 是不是给它返回来了 那么请问 是这个东西的返回值是谁 是一个指向FOO这个类的一个引用 你说对不对 我接下来让MyClass指向这个类 请问是不是说的直白点 MyClass就指向他了 MyClass这个变量名指向了他 请问MyClass这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创建这个类的一个实力项 对不对 那么当我接下来的需求 我就是想要动态的创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实力项 那么接下来你在传递的时候 你只要不写FOO 请问这个条件不满足 这个条件不满足 这个就不做 他接下来做这个事情 请问这是不是另外一个类 但是对于你而言 你有察觉是这个类的引用 还是这个类的引用吗 你是没有察觉的 你是不是仅仅是指向而已了吧 因此我传递的函数不一样 我将来得到的这个引用 我再去写上括号 创建出来实力对象 大家没发现 是不是也就不一样了吧 那么言为之也就是说 我可以先定一个函数 这里边我写上各种A副判断 A副判断 A副判断 这里边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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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类的话 请问是否也就做到了一个特点 根据你传过去的这个类的这个名字 这个字符号的名字不一样 那么对中国给你返回的类的引用就不一样 类对象的引用不一样 那么接下来你调用这句话的时候 创建出来实力对象 是不是也就在变了吧 你说这个道理了吧 其实呢通过这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了 就想说明你如果真的是我就铁了心的 我要是创建一个不一样的实力对象 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吧 这就是动态的创建出一个类来 我创建的是这个坛数的时候创建这个类 我创建那个坛数的时候创建这个类 我创建那个时候创建这个类 请问是不是有动态的创建类了吧 但是这么创建类 相当low low的什么情况 我接下来有可能有n种想法 请问这里边 你是不是写n个ifelf了吧 所以说这种道理你明白就行了 这就叫动态的创建类 态度不一样 返回值不一样吗 那将来这个类就不一样了 那么比较标准的创建 动态的创建类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不用这个东西 用一个东西呢叫做type 因为有个东西呢叫做type type你是不是说错了呀 没错 首先咱们先回忆一下之前type的作用 请问他们type什么作用 我type我写了个100 它是硬程类型对吧 我type我写了个双引号的160 它是str类型 就是tune这部份类型 请问这个哥们能够返回一个值 这个值是不是就是 你要喝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一个数据类型了吧 那么type在很久之前的时候 是有这个功能了 那么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用它来动态的创建一个类 那有人说了 这不是不符合 实际开发的思想吗 一个函数就应该单纯的做一件事情 如果一个函数 你根据传递的参数的个数不一样 反而让它执行的功能不一样 这是在玩火 但是呢 Python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它为了向后兼容 很久之前是二的几的版本 它想让二的几的版本里边的某些功能 在三的几的四的几的 甚至以后开发了五的几的版本里边 依然拥有这个功能 所以说呢 它就保留了type原来的功能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也就是说type有两个功能 这是其中之一 那type的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创建一个类 我告诉你 很简单 什么叫创建一个类啊 你看啊 先把type写成 有三个参数 有三个参数 那么这三个参数呢 第一个 类名 第一个是类名 第二个是由 原主组成的 副类名 第三个包含属性的字典 就这样吧 我给你演示个道理 我现在来我第一个类 class test class test 比方是test1 它现在不继承 好了 这里边有个什么东西呢 有个number 这种属性 等于100 有个number2 属性呢 等于200 好了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类了吧 那我动态的创建类 意味着什么了 不用写class 写上type 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 类的领域叫什么 test2 咱们为了区分 是不是咱叫个2 不叫1了 是吧 那么第二个 什么呢 一个原主 如果你要是有负类 请问这里边有负类吗 没有 甭写了 第二第三个 自己 怎么写的呢 你这里边的名 请问同学 我刚刚给大家说个一个道理 这里边的名 就是你刚刚在这个里边定义的 什么name等于0 name 将来最终都会转换成什么了 是不是一个标签 是不是指向谁 是不是一个标签 是不是指向谁的吧 那么当我去查看一个类里边的 它有哪些标签的时候 是不是它是通过字典的方式 是不是存储的了 那么因此也就是说 当我要创建的时候 这里边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字典 字典里边有个key value是100 字典有个key number2 value是200 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字典就在222来了 写上一个number冒号100 写上一个number2冒号200321走 它的返回值是什么呢 对吧 直接返回值是没有太大用处的 咱们怎么做呢 把它腾起来 你将来这是定义的泰斯的一 这个类对不对 那我就定一个泰斯的二这个类了 所以说我找个变了名叫泰斯二等于他 好了到现在为止 通过class创建了个类 我通过type也创建个类 那么验证它们是否相同怎么多的呢 大家知道吗 咱们还要回想 test1 有一个number有个date and other attribute什么什么 here就是咱们原来之前是不是说过 attribute对吧 这加上装饰器的方式 这个时候再提装饰器 是不是就知道了吧 什么这个property那种东西都在这 有可能有 那么number2是不是都有 咱们看这 这是泰斯的一 来咱们看一下 泰斯的二 是不是一样的 没错 没错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那那么也就是说呢 你在定一个类的时候 实际上转换成 Python的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 你听到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你在Python里边写了个class test1等于他 等于他 最终转换成这句话 也就是说你这么写 和你这么定义 那没什么区别 那没什么区别 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就是 通过type来创建类的一种方式 这个就是type 那这个type是个什么东西 我问一问点 它的返回值是什么 它的返回值是不是一个类对象 那么这个哥们也就是说 它是个什么东西 咱们help 咱们看一下type TYPE 这是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一个类 也就是说 真正的type 它并不是一个海数 而是一个类 根据你传递的 态度不一样 它在里边实现的功能不一样 最终呢 type是个类 请问 这个类有特殊功能 它的返回值 就是它创建的这个东西 是一个将来具有创建其他实力对象的功能 你说是不是这个东西了吧 那么inf 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类 就是一个原类 它的返回值 是不是就咱们通常所说的这种普通的一个类了吧 好了 这个呢 就是创建一个类的一种动态的方式 界 你在这个地方的字典不一样 请问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将来我创建出来这个类属性 是不是里边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吧 那么同学也就意味着 你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你要是写多个 类属性 函数名 以及其他的东西 请问师傅意味着将来咱们创建出来的类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吗 一句话搞定了咱们将来创建出来的类不一样 那么类不一样 将来你都通过类创建实力对象 自然而然的眼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原类 以及他的功能 好 那么接下来两分钟 打开自己的乌班图去试一下 原来创建类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原来创建类除了这么些 还可以这么多 我一会会给你解释 为什么我评得好好的这个不用 我先要用这个 我一会给你解释 你先要验证这个东西能创建就可以了 开始验证验证